终于登来了易亚千玺,参加亚运会闭幕式的这天,粉丝们早早就知道易亚千玺出国了,也一直等着她在闭幕式上的表演。 现在终于等到了,千玺果然没有让粉丝失望,也让千玺牺牲自己的报名时间,没有去中西报道,也没有去参加军事,而是直接到亚加达参加闭幕式。 可想而知,在千玺积幕中,亚运会更加重要,这次,千玺不仅代表着青年偶像的形象,更代表着中国青少年的形象,千玺真的很优秀啊。 这就是别人的十七岁,想必这些天,千玺就忙着去彩排了,有粉丝拍到了千玺在后台的样子。 她穿着蓝色西装,白色打底,从楼梯下走下来的时候,简直不要太帅,千玺的五光很立体,高挺的鼻梁,走路的时候还握着小拳头,是有点小紧张吗? 可是急着紧张,千玺还和粉丝打招呼了,真有礼貌啊。 这时,粉丝才知道,亚运会把千纸鹤带上闭幕式。 如果不是她招手,粉丝还没发现,粉丝说的千纸鹤,就是亚运会的耳机了。 亚运会真的有心了,去参加闭幕式,还戴了大红色的耳脉。 而且耳运的形状还是千纸鹤的样子,这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她戴着千纸鹤吗? 这次的闭幕式,可是全世界观看的,一样千玺把千纸鹤带上闭幕式,这也太宠爱粉丝们了吧。 不过还好粉丝们拍到了她招手的图片,如果不是她招手,粉丝还没发现呢? 闭幕式上都是远近,头的,不容易发现千玺的耳运形状了。 说起闭幕式,你们都看了吗? 在闭幕式上,一样千玺唱的《笑网》这首歌,现场的声音很嘈杂,收音效果不好,笑愚根本听不见千玺的声音。 但凭想象也能猜到,一定是千世苏音,千玺可不仅仅是唱歌,她还带去了舞蹈,从上台开始,千玺的全身就没有停止过,一直在律动。 千玺是个唱跳剧家的偶像,怎么能不展示自己的强处了? 千玺跳舞的时候带了耳迈的,四舍五入就是,千玺带着千竹和跳舞了,看完舞蹈,本丝都觉得有些眼熟。 果然,这支舞并不是第一次跳,在这旧世界舞中,千玺就跳过,而不同的是,千玺的舞伴不再是之前的舞者了,于是有粉丝借借借私语。 难道千玺这次还去叫人家跳舞了吗? 这个很有可能,千玺带着自己的舞上舞台,自然要把人家教会了,千玺可是从小就一直要当舞蹈老师的。 值得开心的是,千玺在今天还形成了一个新组合高富帅组合,因为和千玺一起完成向往的。 还有孙杨马云,孙杨长得高,马云比较富有,一样千玺长得帅,于是网友给他们取名为高富帅组合。 马云爸爸还占的是C位,看来是团种了,现在表演结束了,千玺心中的单字也放下了,休息一下,就很快回国跟粉丝们见面了。 你们会想他吗?想他的话就常回来,看他的资讯哦。